这两天晚上有个叫成钱的小伙 是个主持人是吧 做采访节目的 是个网红 然后由冯伦 邀请了这个成钱 王石 周弘毅 一起参加了一个叫什么 挺住的圆桌会议是吧 挺住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今年经济不行了 大家都要挺住是吧 挺过挺过这个严寒是吧 然后期间 成钱 好好做了一番准备 写了很长的稿子 然后这几个 商业大佬 就在那嘻嘻哈哈 然后周弘毅这小子 还 侮辱成钱 成钱受不了了 然后就开始怼周弘毅了 我是坚决站在成钱这一边的 周弘毅这小子 不是个东西 你知道吧 他是属于什么 这种人呢 就是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自己原来是屠龙少年 最终演变成了恶龙 然后他还不让这些年轻人 做屠龙少年 最主要核心是周弘毅 这人心眼特别小 周弘毅这个人呢 也没什么内涵 心眼特别小 以前在三Q大战的时候 被马化腾 马化腾追到香港 像条狗一样逃到香港 往北楼去 躲起来了 是吧 怕这个马化腾对他赶尽杀绝 然后还有一个最可笑的事 是那个沈南鹏 大家知道的 红杉资本的沈南鹏 要去 要去投王兴的美团 然后呢 沈南鹏当时 当时有事 叫周弘毅去看一看 周弘毅一看 这几个大学生 眼高于顶 赶紧给我砍了砍了 让王兴滚蛋 然后呢 害得沈南鹏差点错过了王兴 王兴现在是中国互联网的老四吧 你周弘毅算什么 周弘毅就是这种心眼特别狭小 特别怕年轻人 按照他以前的路子穿起来 所以说对你这种年轻人特别打压 然后呢 就我刚才说的 心仰特别小 只许周冠放火 不需本性点灯 他原来自己就是个大炮 他原来就是个变手 是吧 现在还不让大家做变手 这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成前说他说的非常好 像这样的人 周弘毅这样的人 他能参加圆桌会议吗 参加了圆桌会议 是不是大家的微信都删了 说特别好 直指周弘毅的内心 现在这个年轻人 一定要像我们以前这样有锐体 这大佬算什么呀 是吧 现在这舆论 都是他们要点头 哈妖的做人 是吧 所以不行 我觉得成前不错 就把周弘毅怼的 都是什么 最后都不拍照了 是吧 像周弘毅这种小子 就应该好好怼他 然后中间还有个王石什么的 是吧 王石是不是 站在周弘毅这边 冯伦是因为请的 冯伦这人不错 王石也是 不是男人 现在是趴着小女朋友 然后非要说自己 在新闻上说自己有了 一个三岁的孩子 是婚生子 一个七十多岁老头 非要这个 证明自己像年轻小伙 这什么价值观 是吧 你看人家这个钢琴家刘石坤 九十多岁了 还生了孩子 人家这个盗谷先锋 他也不说什么 不用为了证明自己 还是个三十岁的小伙 是吧 你已经七十多了 八十多了 你就按照七十多八十多的这种状态 好好的活着 是吧 所以说啊 我非常支持这个成前啊 小伙子 有前途 向周鸿一丈的人 道什么歉呢 继续怼他 是吧 用大专辩论赛 最佳辩手的这个姿态 好好怼他